早安先回答問題啊 這個極度高溫可能還是在花蓮跟前幾天一樣 但是接下來要告訴大家的是 週五開始 所謂的這個午後雷陣雨可能要連下五天的雨淡 還有另外還有大家要特別注意 大家昨天有可能看到超級月亮 超級月亮可能會帶來超級大潮 怎麼回事我們待會來看 我們先來看到衛星雲圖 好其實呢影響我們就前幾天我們在很關心的 在我們南方的這一帶雲系 其實呢是有往北移動的 而且呢最直接有影響就是我們包括 南部還有東南部的天氣啊 所以呢今天的整個雨勢的部分 會比前幾天來的明顯哦 特別可能從上午開始就會下雨 好我們來看看定量降水圖就很明顯了 好其實呢從這個白天呢看起來 其實前幾天我們看到像這個定量降雨預報 前幾天呢上午呢都是很晴朗的天氣 但是今天不一樣 今天上午開始呢包括南部的中南部 這特別要特別注意就已經有雨勢發生了 那包括了中部的山區等等也已經有雨勢 直到下午呢更加的明顯了雨勢下的更加的大 好也就是說我們剛剛講到 這雲系呢往北台真的影響我們很大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哦 好這個因為呢這個降雨的情況哦 呃還有再加上大家特別注意超級月亮嘛 但是呢這個是氣象局提醒我們 超級月亮帶來的是所謂的年度天文大潮 好這幾天啊而且呢範圍很廣哦 好所以我們看到包括台南高雄屏東啊台東還有基隆北海岸 這幾天都有好我們看到安平啦 永安高雄啊以及東港小琉球好這個 西南沿海等地啦還有呢包括了在 呃就東北角爾基隆還有龍洞 以及呢包括富剛綠島好這個日期啊從13號到15號都有 呃這不是呢呃這個單一啦包括西南沿海而已啊 東北角還有呢包括了在台東這邊都有啊 所以呢我們看到聽聞奇景啊趕快氣象局也呃這個公布 所以呢在西南部要注意啊淹水啦海水倒灌情形要特別關注啊 好不過我們剛剛講到這個雨淡啊呃可能會下這個五天 從週五到下週二為什麼呢我們來看到其實從呃這個地面天氣圖可以非常明顯啦 你看高壓在15號說在這邊但是呢16號就退到往這個東邊退了 好這樣往東邊退的結果就是我們呃台灣的整體的這個風向會轉變為比較偏西南風 而且呢我們剛剛講到包括了這個呃雲系呢北宜的情況啊呃蠻明顯的所以呢到時候 在這個中南部的地區下這個午後雷雨啊極端呃這個雨勢的情況啊會非常非常的嚴重啊呃時間呢我們來看一週天氣圖就知道 大概從週五開始一直到週二都有這樣的情況 好當然呢我們這邊顯示出來是包括北部還可能會出太陽 但是中南部呢雨勢呢可能就會比較明顯從週五開始一直到週二啊 這樣的午後雷陣雨情況可能會讓你感到呃呃措手不及呃突然下起來而且雨勢相當大喔 好但是呢其他包括北部還是有機會標出三十六三十七度的這個高溫 好不過接下來我們講到超級月亮我們來看看除了超級月亮好昨天也有人說要看超級星星我是沒有看到大家都看這個月亮誰會看這個超級星星這不是什麼星星這是國際太空戰啊好 昨天說七點多的時候大概幾分鐘的時間我是沒看到但你如果跟我一樣沒看到其實七月十六號還有一次機會喔不過這時間有點早可能要跟我一樣 一樣那麼早起來上班才可以 四點零五分的時候 會從這個西北一直飛到東南方 我說飛真的是飛 因為只有大概幾分鐘的時間 到時候你看到在天空 惠科就亮度跟金星類似 我們知道有時候看到這個晚上 就不會閃的這顆是金星 它亮度一樣 從這西北方到東南方 然後會這樣子一路 好像在移動很快的速度跟金星一樣的 就是這個超級新星國際太空站 7月16號還有一次機會 4點零五分幾分鐘的時間 這個訊息也提供給您